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忘回顧過去 各項幾份施政報告裡面 許下的承諾落實了多少呢 做一份報告 回報你們 我今天發表的施政報告 是要成前啟喉的施政理念 提升行政會議和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的人數 修改2007年 行政長官和2008年 立法會產生反法 政治事務的新職位 議案未否決 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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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年的施政 將會是著重發展經濟 決定 創造財富 改善民生 提高生活質素 我要托寬離港上市的企業的來源 進行一個工資保障運動 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措施 都是務求在這一屆的政府任內 貫徹推行 以求言出必行 務實負責 曾蔭權在05年 接替當時以健康理由請辭的董建華 匆匆接任行政長官 在不夠兩年任期的兩份施政報告內容 輿論認為他只是承接上一任的施政方針 以經濟做主調 二號候選人曾蔭權先生當選 07年他連任特首 隨後發表的施政報告名為香港新方向 如意要帶香港走出新的道路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 承諾推動十大基建 除了新的鐵路網、公路網 特首期待藉著十大基建 帶動香港經濟發展 當這個項目完成了之後 投入運作直至成熟的階段 可以每年為香港的經濟 創造超過一千億的增加值 大概相等於我們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 同時可以為我們創造額外的二十五萬個的職位 所謂十個項目買齊 看上來就好看些 聽上來就好聽些 它是一個對過往的有些項目的一個延續性 因為很多年前其中很多項目都在說 計劃在西九龍填海區 興建一個設備先進的新表演場地 十大建設之中 超過一半在董建華任內已經提出 好像西九文化區的計劃 就拖拉了接近十年 到現在還未有定案 怎樣可以令到在西九文化區裡面的公共空間 是得到完全這樣去使用呢 會不會有些人畫一下畫 可能在這裡做形體藝術 會突然間被一些固執趕 公共空間就是被公眾使用 或者就這樣一家大小在那裡漫步欣賞一下遺景 都可以 政府在三天前才重新展開咨詢 收集市民對西九文化區規劃的意見 文化界批評政府一直拖延工程 你來到今天今時今日搞了那麼多年 你都說不到給香港市民聽 M plus是收藏些甚麼 那你咨詢來做甚麼呢 究竟博物館應不應該有咖啡廳 甚麼甚麼 要不要有廁所 你需要甚麼咨詢呢 博物館當然有廁所的 有餐廳的 你都沒有嗎 現在我最關心的是你扣藏些甚麼 我最關心的作為公眾 這216億你怎樣用 西九龍這塊空地 總面積40公頃 雕控了足足十年 政府在四個幾月前 才宣布會在後年拍板 定出文化區的設計方案 而第一批的設施 最快會在2014年才落成 十大基建其他的項目 大部分其實仍然還在研究和設計的階段 很多預計要等到明年 甚至是2011年才會開始動工 唯一已經展開工程的 是啟德發展計劃 這裡準備發展郵輪碼頭 和興建萬幾個公屋單位 現在學校和公屋部分 經已動工 第一個郵輪碼頭拍位 就要到2013年才啟用 被原定計劃延遲了一年 香港政府如果要搞基建 從決定到實施 錢真的用 說可以平均 但是拖四年 拖久了 第一就沒可能起到 調控經濟的作用 例如這個港珠澳大橋 但是它今天那個效益 我相信是低於一、二十年前搞的 原因就是深圳 人家看到我們香港不搞 它也搞多了貨櫃碼頭 也有公路、橋樑等等 很多貨就去了那裡 又不需要來香港的貨櫃碼頭 政府是它做很多政策的時候 它是有瞻前、故後 那些東西多了 1、2、3 上個月環保團體舉行活動 在鬧市踩單車 又鼓勵車主減少用車 宣傳無車日 特首亦都肯應活動 由禮賓府走回去政府總部上班 我們香港的環境改善是重要的 政府一定要在方面做一分力量 今天交通會不會很危險 很危險 整體上來說 環保在新潤權的施政下 佔據的注視力越來越多 但是到底真的政策 是否真的配合到落實到出來 只是停留在關注面 從明年1月開始 政府所有的辦公樓要全面耗電 要減少1.5% 政府撥款32億元 向74,000輛歐盟前期 或者歐盟一旗的柴油商業車輛的車主提供優惠 鼓勵他們盡早更換他們歐盟四旗型號的車輛 我們會將電力公司的回報率 跟他們是否超越排放上限 滑歐 從而改善本地空氣的質素 解決香港空氣污染問題 在過往幾份施政報告裡面 一直是特首的施政重點 不過政策說了很多 實際成效就沒有什麼 空氣污染情況依然嚴重 根據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做的研究顯示 市民因為空氣污染 以去求診的次數 由2004年開始 每年平均增加700萬次 美國商會三年前開始 每年都做環境調查報告 連續三年報告都指出 空氣污染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是最困擾外商 在香港投資的一大因素 調查亦顯示 外國投資者希望政府盡快推行措施 改善空氣質素 而他們亦都不介意 要承擔部分成本 世界衛生組織 在2006年製定新的空氣質素指引 而香港原用的指標 其實是在22年前 跟隨美國標準制定 特首在三年前的施政報告裡面 已經承諾要重新制定空氣質素指標 但是直至三個月前 環境局才推出諮詢文件 開始進行有關的檢討 可能曾蔭权過去的歷年 始終是跟經濟掛稅 就覺得環保是一個洗費 不是一個投資 所以始終都不敢大刀闊斧 去真是通過改善環境 來推動經濟發展 前特首董建華 在03年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就整體經濟、社會和環境因素的 可持續發展策略 向政府提供意見 黎廣德曾經是兩屆委員會的成員 他說兩年前 他們已經將改善空氣質素的建議 提交了給政府 但是不明白政府 為何拖到現在才進行諮詢 因為可持續發展牽涉到經濟、環境 和社會公義三個範疇 所以很明顯是一個跨部門 跨政策的一個議題 所以當時董山設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直接由政務司長領導 包含了這層意思 到今時今日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只不過成為環境局下面的一個委員會 所以這個規格是降了 很明顯是將可持續發展 縮集成為一個環境的議題 這個是與世界潮流相違背的 時刻都改變 但法律政策的政策仍殘留 特首曾蔭任權 今次推出新一份施政報告支持 特別召開多次的諮詢會 連中學生都有份 我現在15歲現在 我現在變成18年三年後 在2012 我問一下 如果我能夠選擇 和選擇 為我 主持人的政策 誰會幫助我 我的朋友 我的家庭 我的社會 我希望找到答案 在你的政策的政策 謝謝 我可以誓言你 你一旦 在2017年 你會有機會 去選擇 你會有我的誓言 那是一年 在2017年 你會有機會 去選擇 去選擇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香港的政策 当特首咨询学者意见的时候 与会者都很关注政制改革 不过他就表明 政府年底就政改进行的咨询 只是会讨论2012年的选举安排 而不会触及2017年以后的选举制度 我觉得反而最荒谬的 他就是说 这个是超越他任内的事情 他任意就会下任 他不应该为下一任的特首去做决定 但是你想想一下政府的很多重大决策 譬如说最近讨论高铁的发展 港珠澳大桥或者西九 其实全部都超越他的任期 但是政府都会在很短的期间里面 作出决定 所以这个说法 其实完全不能够站得住脚 2021年的政制改革的咨询 就会在第四季去行 我一定会造行这个承诺 我一定会在第四季去行 那施政报告的着目不会多的 因为我们也未曾举行这个咨询 黄正医民 黄正医民 全面普选 全面普选 你看到几次的做法 零五政改方案 到今年的政改方案 都是摆在施政报告之后 就希望将两项分开 我想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说施政报告得分 无论中央或香港人都会很关心 甚至成为他一个成功与失败的指标 而政改就是一个先天很分裂性的议题 吃力不讨好 如果我连任的话 会彻底解决普选的问题 所以他说明 这个困扰了香港二十多年的问题 他一定要在他人内去解决 而不会留给下一任特首 我们双普选 好像忘记了失益症 忘记了他在选举辩论的角力场上 他做过的承诺 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接受 在政制上 他已经令我们彻底失望 在施政报告里面 如果他可以就着一些 在他操控范围之内的一些权力 他能够和香港人分享 能够论述清楚 一套比较好的社会政策 无论在医疗、教育、民生其他议题里 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交代 我相信都是推而求其次 他应该做得到的 香港人口老化 医疗成本不断上涨 政府的公共医疗负担不断扩大 我已经预备将医疗卫生 占政府经常开支的比例 由现时15%增加到2011至2012年到17% 但政府是不可能 无止境地增加公共医疗开支 我们必须同时要引进辅助融资计划 前年的施政报告 特首宣布会推行医疗改革 减轻公营医疗服务的财政压力 医疗融资第一轮公众咨询 在施政报告发表之后半年 循迹推出 改革似乎势在必行 很快的 医疗改革已经签了十几二十年了 说一说我们还是70岁了 不要在这儿猜猜猜猜猜 看准就射了 我们计划在明年的上半年 进行第二阶段的公众咨询 以进一步深化讨论 凝聚共识 第二轮咨询 原本应该在今年上半年进行 我们会推迟一点 就是在融资方面我们的研究 不过到了六月份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就宣布 因为要应付人类猪流感 所以要暂时各自咨询工作 健康性就是 比如非紧急那些症状 那个轮候时间很长 就是说有些老人家等三年 才做白外障 有些精神科等年纪 才看第一件第一次医生 阮博文 十几年前已经开始研究香港的公共医疗政策 他说受金融海啸影响 目前的形势 要在香港推行医疗融资 并不乐观 讲紧自愿性的保险 就是对那帮最需要的人 完全没有帮助 强制性注述也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亦都是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 市民对基金经理 他怎么管那些钱 看公积金的钱不见了那么多 那个行政费用那么高 我相信也都不是那么容易过到 其实办法都是想回现前我们这个以税为本的制度 怎样将现前一个制度 将它连线去 就不要再浪费时间 整天说又推出一些新人之方案 结果又是说一大轮 也都是又落实不了 你看到全世界医疗改革都是困难的 奥巴马现在如是 克林顿都是失败的 香港这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 要鼓励他有这个魄力 去推出这种金具争议的讨论 其实是困难的 在2008年的年中 发生了所谓副局长风暴 结果他的民望就从此有点无声 看见过一年 他的自信心就开始成为了解决 我想受到影響甚至打擊 所以結果企後了 一些敏感的事就不像以前那樣 有信心去做一個改革的廠長 慢慢來講 傾向會變成一個穩定管治為先 缺乏一個勇氣真正去處理 香港辯論了很多年的難題 會令到每一年的升報告慢慢 大家就不會期望 它有一些很石破天驚的突破性的發展 經濟前景不明朗 政制改革未落實 社會貧富懸殊 環境和空氣污染持續 種種挑戰 仍然困擾著香港揮之不去 三天之後 這個年度的施政報告就會公佈 相信公眾期望的 不只是聽到特首新的藍圖大計 而是看到政府能夠盡快行動 迎難而上 接著是美亞紐文堡廚具呈現 菜蘭品味 六十年前新中國成立 不少海外僑胞回國建設 其中包括當年三個香港年青人 他們從滿懷希望到親歷政治風波 再走出黑暗 今天目睹國家經濟國力騰飛 體驗良多 對國家未來有甚麼展望 《鏗槍集》 下星期日晚7時35分 肥翠泰